我們剛剛講到說 有些朋友他真的是因為 沒有時間或工作忙碌 然後飲食也沒辦法 都是外食族 所以會仰賴你說卸藥 這卸藥會傷身體的 會... 因為就像剛才蔡教授常講 其實第一種常見是有些女生 到後來是她不用卸藥 她就大不出來 所以很多醫院會遇到這種 女生是定期去灌腸 或什麼的這一種 可是我覺得我之前聽到一個 比較讓我訝異的 是因為一般來講 我們剛才就有想說 現在小朋友的便秘問題 越來越嚴重 可是家長不一定意識到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所以那小男生他就是 大概從不知道幾年級開始 他大概就一、兩個禮拜 才會上一次廁所 你本來想說 照到你他那麼久不上廁所 他便秘就會很硬你知道嗎 很硬應該就整個塞住沒問題 他們說不是 可是你末端的那個 還是會有一些問題 雖然有時候甚至會漏便便 那個水會這樣滲出來 因為太多堆在那裡你知道嗎 所以媽媽就亂 我想說拉不出來的時候 就給他吃蟹藥 然後覺得怎麼會有滲漏的時候 就給他吃紫蟹的 所以讓他整個腸道功能更差 亂七八糟 對 就後來就看醫生的時候 醫生就說 他那個結腸的部分 已經腫成人家的兩倍大了 也就是說他本來 可能神經結就比較少 功能比較差 可是你又讓他只是紫蟹 蟹藥 紫蟹 蟹藥 結局就是很多堆在那裡 所以他就變成一個 叫聚結腸的狀態 腸子變成一般人的兩倍大 後來照手術把沒有用的那一段截掉 這個真的是 這麼小就這樣子 他們這種人有時是天生 他的腸子就已經神經比人家少 這個時候你要更小心去照 蟹藥是真的讓你整個 我剛才講過說 其實腸子是我們第二個大腦 很多的神經結 你有便宜不去什麼時候 要整個亂掉 用蟹藥 然後三不過期就來個減肥餐等等 我不是講你 沒有 沒有 我都不用檢果學生下來 這種都讓你整個會亂掉 我們之前有做一個調查 我們調查了一千七百多個小孩子 國小學生 國小學生有五點六%是 一個禮拜上一次打號的 這真的很嚴重 所以那時候換算全省 大概是十萬個小孩子 是一天上一次 一個禮拜上一次打號 所以真的不能小看這件事情 是 當然這些要吃久了 一定對身體很不好 那晚腸劑它是 因為蟹藥是從上面吃的 好像從下面通上去 它這種東西是 對身體的傷害在哪裡 晚腸劑的話 其實它應該說救急不救窮 就是有時候真的那個大餅很乾硬的時候 因為晚腸它裡面是乾油 就等於說很像 就你吃進去的是種子油那一類東西 它其實就是灌一點油 一點水 然後進去讓你的那個 在肛門口很硬的那個便 不要去刺激它 對 然後就是它 因為乾油它裡面也會幫助你腸胃乳動 所以就是讓它比較好排出來 但通常這種就是偶爾為之 那我們離場上會遇到有一些女生 他就是可能看一些節目 或是一些什麼藝人說 他們都有晚腸的習慣 所以他們即便他們沒有便秘 他們也會去晚腸 因為他覺得說這樣排比較乾淨 像他以為可以瘦身喔 這樣比較絲毛的 對 他說這樣排比較乾淨 他覺得這樣就很順暢這樣子 可是如果你跟他講說 你不要再用晚腸 他還不聽 他會覺得說我這樣排比較乾淨 長期下來講 就是因為一直長期的刺激 雖然目前來講不見得說 一定會有一些什麼癌症風險 那有到沒有 但是因為你這樣子 從外來的刺激 然後久了之後 其實它還是會讓你自己 以後腸道的蠕動變得比較差 所以有可能說你用久了之後 自己的排便的那種功能 就越來越不好這樣 我自己有一個概念就是 假設你真的要救急的時候 我寧願選晚腸 不要選瀉藥 因為晚腸畢竟是比較 它是不快瀉藥 因為它用壓力跟油 讓它自然的排 它卸藥是真的把你整個打亂掉的 如果真的要救急的時候 所以它也賣很好 有一次我們在跟藥房老闆在採訪 邊採訪 怎麼進來買最多的就是晚腸 就有些拿來用保健 賣超好的 我跟你講很多女生拿來 就自己保健一下 但是自己保健很可怕 因為 他剛剛想到 我們不知道長期會什麼刺激性 但之前真的有人因為這樣 他也是長期仰賴晚腸 因為他的便便比較堅硬 比較便秘 然後他就自己弄 你自己弄 如果說你不是很手手的話 他不小心刺破他的腸道 因為有些人他不... 你知道你們可能沒用過 他前面就是有一個尖尖的 他解了那個弄 然後他就不小心刺破他的腸道 他本身就是因為比較 身體又不好 所以他整個刺破之後 就引發感染 一發不可收拾 所以你剛才講說你... 晚腸進的那個不是... 下面圓圓的 它但是有一個注入口啊 它會吃到腸子喔 它會...腸壁啊 你的直腸下面連肛門啊 你上去弄啊 所以這個晚腸劑它就是救急 對 可以救急 但是不能仰賴 你救急了之後 你要去找出你自己便秘的問題 你不能老是說沒關係 反正我照樣不吃蔬菜 照樣不喝水 照樣不運動 然後都仰賴那個 遲早會有問題的啦 那在中醫的部分 怎麼 醫治便秘的話 我們就是剛剛講說 氣虛的那個部分啊 其實補氣 那如果是這樣 火氣大的 食性熱性的 我們就是 就是可能飲食上面 跟它做一些建議 然後吃一些比較潤的 比較涼一點的食物 然後再來的話 如果是含性的話 當然飲食上面 冰冷的東西少吃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冰冷跟便秘也有關喔 其實我們講說 含的話會讓你的身體的代謝 整個記憶體的代謝力都變差 那也會有一個 便秘的一個情況 那我們會建議就是說 如果你有便秘問題的 其實你可以做一個 肚子的按摩 就是睡前的時候 你就是躺著的時候 你可以以肚臍為中心 然後做化園 順時鐘的一個化園 因為剛剛教授有講說 我們深結腸 橫結腸 降結腸 所以你就是這樣子 順的時鐘做一個化園 那力氣要稍微有一點 往內壓 像我自己化有那種 按摩的那種 會震動的 我會自己這樣壓一壓 其實有時候 你壓一壓會痛的地方 那地方可能有一些 大便都還沒有派出來 這樣子的話 你隔天早上再喝一個溫開水 去做你腸胃的一個反射 其實派便就會很順 最後請四位專家 跟我們做一點小叮嚀 怎麼樣預防便秘 讓便秘不要再來找我們了 來 蔡教授 我想飲食跟運動還最重要 把這個圖記得 所以其實我們的腦子 腦腸軸線 影響你的 對 腦子影響你的腸道的健康 所以要盡量紓壓 讓自己快樂一點 高興一點這樣子 OK 好 來 為什麼 便秘的話不是小問題 千萬不要隨便吃藥 然後要找出你便秘原因 然後對症下藥 依莉 其實我提醒一下 因為很多人他就是便秘 是因為有時候 可能他要減肥 然後又便秘 然後他可能就會吃一種 叫甲殼素的東西 那甲殼素會引起你 可能再容易更容易便秘 所以如果你有吃像 你看你的保健食品裡面 如果有甲殼素這個含量的 這個東西 你要多喝一點水進來 再來第二種特別提醒 因為現在夏天 很多人會喝那個無糖的茶藝 商店賣的那種茶藝裡面 他會強調它是高鮮的 就是它裡面有加 所謂的橘距纖維的這一種 有些人便秘變不出來 他會一天喝 大概三瓶到五瓶的 這個要特別小心 因為太多的高鮮 如果你已經持續這樣喝 喝一個月 都是每天都三五瓶這樣 其實太多的高鮮 反而會影響到一些 礦物質的吸收 所以這個是反過來的 一個不好的效果 所以你纖維要夠 但是也不能太多 怕了就是說 有些人他一直喝那種 所謂很高鮮的一些茶藝 所以真的要特別提醒大家 是 好 其實很多女生的便秘問題 是因為真的是因為沒有運動 所以你只要每天固定 有走路的習慣 其實對你的便秘的情況會改善 另外其實蘇國五七九 女生七分裡面 至少有四分是蔬菜 我跟怡里的想法一樣 你四分裡面不要都吃菜 像我個人都是 四分裡面一定有一份菇 有一份澡 其他兩份蔬菜 因為菇跟澡 其實也都是對排便 非常有幫助的東西 所以你四分裡面這樣分配 保證你不會 一定有唱快人生 是 好 謝謝四位專家 也謝謝觀眾朋友的收看 希望每一位觀眾朋友 都是唱快人生 不要再跟馬桶來奮鬥了 好 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了 Bye Bye